为了推广学生运动赛事 体育署从108年起 持续投入经费跟大专院校合作 培育运动传播人才 而今年首度颁发最佳影音新闻奖 最佳人物专访奖 最佳赛事基金奖 最佳转播团队奖 最佳主播奖 以及特别创意奖六大的学生奖项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公布 得奖的是 恭喜来自明山大学赵若萍同学 我那时候遇到的状况就是 我记得是有停电跟地震 但是我抽到的题目是停电 但那时候刚好是没有跟我们说 我的状况距是停电 所以那时候当下就是播报播到一半 然后突然停电之后 就是整个摄影棚是黑掉的 然后大概停了三秒之后再打开 所以当在播报播到一半 然后停电的时候就要想 我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状况 然后怎么跟观众说明 我们刚刚摄影棚发射的情况 因为他们其实在擂台赛之前 就有告诉我们说有这个状况 就是会有那个应变 就要考验那个临场的应变能力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去问老师 问我们学校老师说 老师如果遇到状况怎么办 然后老师就说 反正你就是保持冷静的跟观众说明 你现在遇到的事情这样就好了 就是说我们要展现出专业的一面 就是不能慌张 我觉得一般新闻来讲的话 你需要更沉稳 应该说你的姿态要更优雅 但是以体育来说的话 你可以活泼 你可以生动 但是你还是要 就是以活泼跟生动之间 你还是要拿捏好那个分寸 你还是要把你所播报的内容 就是好好的传达给观众 对 所以我是觉得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风格吧 主要是风格方面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训练的话 也是平常在学校 然后也是可能因为我参与过 比较多次的转播 所以你会就是有训练到更多这个部分 对 各位长官 老师 同学 大家好 很开心今天能有这个荣幸代表 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 运动资讯与传播学系 来领这个最佳转播团队的奖项 那首先当然谢谢各位长官 对我们团队付出努力的肯定 那再来我想要感谢就是 我们的指导教授蒋燕老师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 就没有整个转播团队 接着我想感谢就是毕业的学长姐 因为毕业学长姐会回来传承 如果没有他们的传承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像今天这样子 站在巨人监练上努力 最后就是感谢只有长官团队的大家 这个奖属于大家 谢谢 好 恭喜 谢谢教育部体育署 MOE Sport这个计划 给我们世新大学这个机会 然后也要感谢过程中 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那这边特别感谢 世新大学体育室的老师们 在给我们作品上 都有蛮大的发挥空间的 那这边世新大学团队 也会继续努力 然后继续制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 这个奖项我很开心学校老师愿意 给我这个机会 去完成这支MV的歌曲制作 然后也非常谢谢学校新媒体系的同学 协助拍摄这支MV 如果没有这些同学的帮忙的话 这支MV也不可能拍得那么好 所以谢谢参与这支MV 所制作的同学以及老师们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年一共有18所大专院校来参与运动传播 人才培育计划 各校师生团队在全中运 全大运等体育赛事来进行直播 专访宣传赛事 展现丰硕的学习成果 也让同学们累积实战经验 我们其实一直来参加的赛事 都是全运会 然后还有全大运全中运 这些的跆拳道项目的转播 那在这除此之外 也有参加运绿体操 还有柔道这等等之类的转播 然后在这中学到的东西 其实比较像是食物类 那在食物上 因为其实学生在校内 很难有像这么大的体育赛事转播 可以做学习 那在这上面呢 可以学到跟协会的沟通 还有老师同学们之间的分工 团队合作等等 然后不管是在线路的连接 还是现场的工作分配上 其实可以感觉到说 转播真的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活动 然后也可以从此 就是发展出之后的兴趣 像是以我为例的话 就是之后也会想要进入到 体育赛事转播啊 或者是电视台等等 相关的工作里面 那这中间的话 就是一个很好的连接 那再搭配上之后 大肆的实习 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快融入 工作环境跟职场这样子 我觉得在 因为其实我们学校蛮多 同学都蛮想进入体育台 不管是当记者也好 或者是幕后摄影也好 我觉得这个计划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非常好的培育的空间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四年里面 我们就比别人 可以早实习到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 不管是目前也好 或是幕后也好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出去你身着实战到的经验 而且你就更认识一个体育项目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 如果可以继续的传承给学弟妹 我觉得应该是对台湾的体育来说 是非常好的发展 因为我们这堂课程很简单 就是我们就是主要组成是大三 然后从由大三带大二的同学 然后让我们的经验跟赛事的内容 是可以一直传承下去的这样子 然后每一次转播的出击 大概就是21人的团队 然后这中间是包含主播组 摄影组跟导播组还有成音组 那大家就是在自己的组内 就是会各个工作都是轮流轮替的这样子 我们会轮班然后就是互相协助 因为在我们学校的系上是 大家每一年都会做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大一是新闻 大二是广播 大三是拍片 然后还有加涵就是这一项转播 那在尝试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会发现到 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那在有转播上面 就是多一项尝试 那也确实就是我们系上 蛮多人是蛮多人喜欢这一方面 所以之后也就是都会往电视台 然后或者是像体育台这种 体育记者走 之前也看到学校这边 在培议一些传播的人才 那可能在学生这部分 在实习方面或食物方面 可能会比较欠缺 所以在108年我们提了一个计划 来支援有六所学校 那到了这108年执行之后 感觉回馈的是相当的不错 那在109年我们就在 我们的应材基金里面提出一个 这个传播人才的一个 培育的作业要点 那这个要点的主要 就在应材基金里面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科目 可以每年编列这样的计算 来支援这些学校 来培养一些传播的人才 那在108年的时候 大概从学校组的经费 一波出来差不多300多万 那109年 有编列这样的计算的时候 又增加将近到1200万 那一直到111年 我们总共有原来的六个学校 一直增加到18所学校 那现在经费已经增加到将近2100万 加到6点多倍的一个经费 那这个经费的增加 大概不是我们署里面 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主要是希望能够协助这些学校 在推动这种人才培育 在传播人才培育的这个部分 能够给他们一些益助 帮忙来培育一些优秀的一些传播人才 进到职场里面去 我想近来我们的一个运动项目的成绩 都上来了 那很多的一个转播 包括新媒体的一个结局 真的需要很多的一些传播的人才 那这一部分的一个专业的知识跟技能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很高兴我们今天来看到 18所学校都展现它的一个成果 而且给书里面感觉到是 整个的回馈非常的正面 非常的正面 所以我想我们会继续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计划 跟这些学校 或是有更多 愿意投入在这个传播媒体的这个部分 运动传播的这个部分的一些学校 我们一起来合作 让我们的运动传播 更加的一个发达 那让这些学生 学习之后能够投入职场 让我们运动传播的事业会更好 那因为各位的一个转播 日趋的一个成熟 已经有一些的口碑跟品牌 在这里跟各位预告 那112年的全国运动会是在台南市 我们今天有好多台南的学校 台南市政府已经跟我提 希望能够来协调 让我们这些学校 能够参与明年的全国运动会的转播 所以在这里也要拜托 我们各校的师长 能够共同来参与 112年的全国运动会 那接着我们就会来协调 一些转播协助的一些事项 到时候再麻烦各位 他是在明年的10月 那明年10月如果各校参与转播 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来跟各位说明 明年的7月28到8月8号是什么 四大印 9月23到10月8号是亚印 所以当你在10月播全国运动会的时候 在四大印跟亚印比赛的这些 不错的选手 在前因会应该都会代表各先是上场 这个应该就是各校在转播项目的很好的一个素材 也提供给各位老师跟同学 去抓这个素材 在明年的转播可能会更加的一个丰富 而参与培育计划的学子们都很感谢体育署提供的学习机会 让他们能够把体育跟新媒体的传播领域相结合 学习各种赛事的直播或行销 一起来推广体育赛事活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